大家好,我是莉夏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夏天这个花晒粘之后的一个正确的浇水方法 因为在夏天这一个问题是很常见的 如果浇水不得当的话 那么你的花就很有可能死在夏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这个太阳非常的毒 我的这一盘幸福树因为缺水 现在这个叶子都晒粘下来了 尤其是这个嫩芽 看到没全部垂下来了 所以在夏天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就是早上忘了给它浇水 然后中午就会晒粘 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先要把它搬到这个比较阴凉的地方去 然后先不要往这个盆土里面浇水 因为这个时候土温是非常高的 如果给它浇这个冷水的话会伤根 这个时候我们就先给这个叶面上喷点水 让它稍微缓一缓 等这个土温稍微降一下 再给它浇点水 搬进来已经有四十多分钟了 大家看它的这个叶子差不多归出了 但是这个嫩芽的话还没有归出 这个时候土温已经降了 可以给它浇水 这一道水的话不要给它浇度 稍微浇点水给它嫩嫩土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完全的恢复了 大家看这个嫩芽已经是平起来了 现在就可以给它浇透水了 所以在夏天浇水的话一定要及时哦 如果长期这样老师再捏了再给它浇 是不利于这个花生长的 严重的话给它浇水都没用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哦